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刷抖音刷了 一直刷的是手机自动关机 哎呀 孩子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游戏上瘾了 怎么说也不听 我发现一个就是游戏这个难度 游戏这个难度会让人放弃这个游戏 尤其是这个 你看看孩子吧 他玩这游戏 他到这一关 他过不去了 在这一关一直在重复 重复到一定程度的话 对他就产生厌倦了 人可能就是内心失去自信 感觉就是比较乏味 无聊了 他就把这个游戏放弃了 所以说这个游戏 难度是要有的 但是得有 这个难度得怎么说呢 控制 他这个难度非常的难 把它 也不能太难 太难的话 人家就放弃这个游戏 不玩它 太简单的话 顺利通过的话 通过每一关 到最后玩到最后 这游戏也就 没啥意思 也就放弃了 把这个游戏的难度控制在恰巧 恰好的一个状态 这个游戏才能持续长久的 吸引人 才能让玩家 长时间的投入进去玩 负责的话 要么就是很快的 把它放弃 不玩它 要么就是 顶多就是 玩的时间稍长一点 它就 感觉也是没意思 反正放弃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所以说呢 孩子到这一关 到有一关 一直过不去 他就没意思 感觉就 也就不玩了 这是阻止 这是我让他玩游戏的一个 很好的办法 因为毕竟孩子这个眼睛一直在 他现在处于发育状态 眼睛还没有发育完全 如果长时间盯着屏幕看的话 对眼睛一点也不好 现在好多小孩都是近视眼 我都戴眼镜了 眼镜才几岁就戴上眼镜了 哎 当年我这眼睛 也是看离这个电视 看太离这个电视太近了 家里边人说也不听 现在感觉后悔也晚了 把眼睛戴上了 把前面的眼镜 一个眼镜度数600多 不戴眼镜 啥也看不着 不能说啥也看不着吧 不戴眼镜看啥都是模糊的 你要不 对面过来一个书人 你都看不清人家长啥眼 模模糊糊的 而且长时间戴眼镜的话 这个眼部会变形 变得非常难看 哎呀 反正戴上眼镜已经成了一种依赖了 不戴它根本看不清楚 有人说用隐形眼镜 但是隐形眼镜也有它的弊端 虽然戴起来方便 反正我是不习惯那个东西 隐形眼镜它是紧贴在眼镜膜上来摘下来 摘下来和戴上去都不太方便 所以说 一直以来 配眼镜 我从来没有 配过那种隐形眼镜 它还有 有隐形眼镜 还有吸菌感染的一定的风险 看手机刷抖音 刷到手机自动关信 手机没电自动关机 真是无聊啊 这孩子在家里拔在电脑 哎 就这吧 但愿疫情赶快过去吧 今天看了 那个群里边 那个科技大厦 这个群里边 那个经理 人家不知道是用什么图景办了一个什么特殊通行证 现在一般人都根本都出不去 有些人你开车出去的话路上面有交警查 你这没有通行证 把你就扣了 把你就扣下来 或者把你隔离了 哎 昨天晚上看群里边 网上说了 这个 不是网上说了 这确实这么回事 跟 家里边 我们现在是在市区外边 白大白菜还便宜点 两块多 一斤 但是市里边 市区中心 越靠市区中心 这菜越贵 那还是那菜都卖到 一颗大白菜都卖到五块钱一斤了 嗯 网上网友说了 一百块钱买三颗大白菜 外加两颗葱 哎呀 现在这个物价涨了 让人心惊难颤 感觉都是比那肉盘贵的 就是菜现在涨了 哎呀 这个其实确实这么一回事 中国这个大城市什么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并不能代表中国 中国现在这个整体整个经济 都不是特别好吧 包括 不 不仅是中国 现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因为这个疫情影响 嗯 变得非常的差 疫情之前 整体经济也不是太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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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楼真费劲 哎呀 歇会儿歇会儿 哎呀 哎呀 楼下打了湖水 哎呀 给那8号楼呢 邻居 装了个系统 还是滑出来笔记本 哎呀 虽然笔记本老了 但是 运行起来 整体感觉 还行吧 CQ的底 CQ居然是赛羊 哎 哎呀 双核 双线上 好像本也够老了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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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 哎呀